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有男朋友了 祝你幸福 我希望能照顾你 这句话真的是很诚恳 让对方觉得你是一个很可靠的人 那其中一个动词 就是照顾的意思 对 听起来很温馨的感觉 对啊 很多女生被这句告白 我希望能照顾你 对 听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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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可以帮我照顾 你可以帮我照顾 五根猪 你帮我照顾五根猪 你帮我照顾五根猪 五根猪 哦 有 所以你能照顾我照顾五根猪 是非常实际的 对 就是先了解 后来再来决定 要不要去继续追下去 对 对 你想找我 你喜欢的意思 嗯 我喜欢 买东西 嗯 这个东西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你喜欢你 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名牌 道秀就是名牌 像名牌包包 好 这个是假的 好 现在我们来快速复习 第一句 我很喜欢你 第二句 我希望能照顾你 最后一句 我想了解你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请写信给我们 我们会回答大家 那记得要按赞跟订阅 我是陈梅 我是陈薇 谢谢收看 拜拜